當一個近視的病人 他的成像會在視網目的前面 經由雷射做完以後 他的成像就會到後面 這些我們都是在做一個切割角膜瓣 但是當你的角膜瓣在製作的時候 他有一定的厚度 因此現在的發展開始慢慢又回到 TransPRK TransPRK的話就不再用酒精的方式 而是用雷射直接做一個施打 可以保留更多的一個 讓我們的角膜會來得更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圓心眼科院長 宋普生 今天最主要是跟大家來分享 近視雷射方面的一些問題 在這個部分來講 因為他的波長是不一樣的 有所謂的企劃也有所謂的破壞 近視雷射就是從這個企劃裡面 來去做發展 當一個近視的病人 他的成像會在視網目的前面 經由雷射做完以後 他的成像就會到後面 用企劃的原理 幫你的角膜去除掉他的度數 我們角膜最主要是有這五層 那一開始就是上皮層 然後前彈力層到機質層 最主要的度數的消除 是在我們的機質層的這個部分 我們一開始在發展的時候 是用所謂的PRK PRK手術最主要的就是用酒精的方式 把我們的上皮層去除掉 再用雷射的方式打到機質層 把我們的度數打掉 但是敵人疼痛感非常的嚴重 而且恢復速度很慢 就慢慢的被Lastic淘汰 那Lastic的話呢 他就是用所謂的板層刀 他直接在第三層機質層做切割 直接在打雷射 把他的度數拿掉 並能恢復速度很快 甚至於到現在用所謂的無刀雷射 不用板層刀了 是用雷射切割在第三層部分 這些我們都是在做一個 切割角膜棒 但是當你的角膜棒在製作的時候 他有一定的厚度 造成所謂機質層 他的厚度會變得比較狹窄 以及我們的角膜會變得比較薄 因此現在的發展開始慢慢又回到 全是PRK 全是PRK的話就不再用酒精的方式 而是用雷射直接做一個施打 可以保留更多的一個機質層 讓我們的角膜會來得更好 近視雷射的發展 他日新月異 從一開始的PRK到Lastic 然後到Smile雷射 相對的留有的機質層就會下來的少 再加上有角膜棒的一些的問題 其實他們都是主要作用在我們的機質層 但是越來越深層 但是你用PRK的話 他要來的淺層 就保留的厚度機質會來的更好 更多 更安全 所以又發展到所謂的PRK 只是在早期的時候 我們是用酒精 而現在呢 是用雷射直接施打 恢復速度會比較來的快 而且他比較不會那麼的痛 留有的機質層也會來的比較多 像早期的時候 我們用酒精釘泡 他的疼痛感可能要到一個禮拜的時間 恢復速度至少要到一個月 到三個月左右 那我們用所謂的 One Step的全時PRK的話 他的疼痛感可以降低到 大概三到四天左右 當然你要再更穩定的話 根據你的度數的多寡 閃光的多寡 還有年紀的多寡 他會有一些的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 比以前用PRK就好了很多 恢復速度也要來的快 近似雷射 One Step的全時PRK 適合的族群 只要18歲以上 屬於近似雷射的患者 是都可以做施打的 One Step的全時PRK 他有兩個特色 一個特色就是因為他的速率很快 他100度只要1秒鐘就好 你想要1000度 10秒鐘就可以打完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因為 他可以保留更多的機子層 因此有不管近視 老花 會很害怕的病人 腳膜厚度比較薄的病人 基本上都可以用 所謂的One Step的全時PRK 術後的照顧 其實跟一般的雷射是很相像的 但是呢 差別在有兩項 眼睛的照顧 視力的照顧 那眼睛的照顧部分的話 One Step的全時PRK 有帶一個continence 那這樣的continence 大概一個禮拜左右就可以拿掉 當你要點藥水避免感染 不要被撞擊 當然也不要去碰到一些髒的水 照顧來講是很簡單的 那在於視力的照顧 最重要在於 不要過度的使用眼睛 當你過度的使用眼睛的時候 就會造成度數的回退 雖然回退比例並不是很高 但是呢一旦回退 可能還要再做一次 近視雷射的修補 度數很深 閃光越重 年紀稍微大一點的時候 它的恢復速度相對的會比較慢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如何照顧我們的眼睛就很重要 所以我在這邊還是鼓勵大家 多看綠色之路往遠的去看 不要一直看手機 這樣的話 恢復速度會來的更好 而且比較不會再回彈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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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 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並開啟小鈴鐺喔